大家好,我是永诗老师 我在2020年呢,想要展开另外一个新的创作的系列 就是我想要透过放心服务卡的图像来带领大家进行粉彩的创作 那大家都知道我在前几年呢,接触了日本的和谐粉彩 那其实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形式 那也都有陆续在进行不同的一个专业的教学 但是对我来说呢,学习它也是为了帮助我在比较属于诸人工作的领域上呢 能够有新的素材的一个结合 所以呢,我就想要透过一个放心服务卡的图像 那带领大家来进行所谓的粉彩的创作 那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它会跟一般的美术的那个创作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并不是去追求一个看起来比较漂亮的作品 而是透过一个粉彩的媒介呢,来跟自己的内心做一个对话 所以这个作品呢,它可以表达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情 还有我们最近的内心的状态 那我很希望让大家可以透过手边简单的工具 跟一个很容易上手的方式就可以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自己 跟靠近自己 那就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的粉丝页 还有我推出的影片 那也非常的期待 跟大家在这个新的不同的创作领域可以相会 而这个就是粉彩放心化 我们在这个那里面 就这样做的 好了 我们在这个影片 我看起来 我们在这个影片 我们在这个影片 感谢观看